我光要討論這一張發票 我都覺得是在踐踏我們的自場 第一件事 怎麼會有96萬的便當 在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被爆出去 你知道為什麼檢察官沒有 第二次他們沒有 為什麼那個 檢察官沒有傳他們兩個嗎 因為他們兩個連在外面都不會穿共啊 他們兩個放在每天晚上同一張床 都不知道怎麼穿共啊 其實這個很多節目都講過 不過這個一定蠢到 我不講都不行 每次講便當就XX 一堆人要看 國字上面要寫110元的地方 他寫兩坪啊 他用阿拉伯數字寫一 那個你大學戲學會 勤款都不會過的東西 你拿來總統選舉政治獻金申報 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你大學戲學會都不用大學戲學會 你國小班費好不好 國小買乖乖統勤人家的時候 拿著一張收據 那個早點 國小生都知道不能開這種收據啊 邊目都知道啊 你民眾黨不知道 有這種收據 撇兩個一 你不會寫一 你不會看91的一怎麼寫啊 我光要討論這一張發票 我都覺得是在践踏我們的智商 第一件事 怎麼會有96萬的便當 在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被爆出去 怎麼可能 我先跟你講喔 我先跟你講第一件事 民眾黨說這個數字是誤登 這就是說謊 沒有人是會計師在登帳 一定是進種人員登帳 你看你是不是又被騙了 他跟你講誤登 你以為是端木正打的對不對 他前一陣子民眾黨不是有拿那個什麼 更改紀錄什麼監察院系統誰登錄 什麼挖哥藍色底的啊然後什麼 說有開端权線給端木正 你自己要開的這第一點 第二點 民眾黨為了省錢 他不是叫會計師事務所來做積合查帳 他把端木正用總部人員的方式拉出去 當內部的會計這才是事實 不然端木正不能登帳 如果是端木正打錯的話 你就把那一筆資料誰填的拉出來嘛 誰變更的嘛 誰登打的嘛 用誰的帳號登錄的 你民眾黨可以拉出來吧 許甫在講這是誤登的時候他拉不出來 他沒有他沒有他如果有我跟你講 如果這一筆帳是端木正打的 他一定百分之百他會把那一條 具體什麼時候更改 然後更改的條目擠 拿科目什麼東西項目什麼東西 數字多少 他一定會把那一條拉給你看 然後說你看又是端木正打錯 你許甫為什麼不敢奔 你瞎掰嘛 你瞎掰嘛 好這第一個不知道怎麼把96萬打進去 打進去之後呢 老公老婆說的不一樣 一個說是960加110 加起來等於96萬 我已經講很多次了 如果這個會通的話 以後聽到有人智商157 就是左腦15右腦7 左腦15右腦7 誰在說他媽是157的話 左腦15右腦7 這是許甫的說法 不是我說啊 960加110等於96萬嘛 左腦15右腦7 這個就是智商157 第二個是陳志涵又跑出來講說啊沒有96萬打錯多達一個0 9萬6 他們連串供都串不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檢察官沒有串 為什麼那個檢察官沒有串他們兩個嗎 因為他們兩個連在外面都不會串供啊 他們兩個放在每天晚上同一張床都不知道怎麼串供啊 就是啊你們每天都會串供啊你們連串供都不會 這兩個不用串 我們串供是怕他們講一講齁 那個每天都被他們對起來 這不用這兩個每天睡在一起都還會講錯 這不用怕不用擔心他們串供 這第一個96萬的便當費不知道哪裡來的 第二個 你看那張圖 其實這個很多節目都講過 不過這個一定蠢到 我不講都不行 每次講便當就他媽一堆人要看 有沒有四叉貓那張收據 四叉貓這張收據 大隻雞萬提 他今天有去吃 我找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找 我們沒做就不用了 沒事 我跟你講 你看這一張喔 黑色的字有可能是 那個小禮便當店開的啦 所以那個餐點可能真的是小禮便當店的字 他們的會計或總務 然後下面那個960塊那個9跟路 可能也是啦 好問題來了 他下面那個藍字啊 他下面那一張的藍字啊 印章 不是印章 第一個他在那個 國字上面要寫110元的地方 他寫兩撇啦 他用阿拉伯數字寫1 那個你大學戲學會 請款都不會過的東西 你拿來那麽 總統選舉政治獻金申報 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你大學戲學會 都不用大學戲學會 你國小班費好不好 國小買乖乖統勤人家的時候 拿著一張收據 那個早點 國小生都知道不能開這種收據阿 邊目都知道阿 你民眾黨不知道 有這種收據 撇兩個1 你不會寫1 你不會去看911的1怎麼寫阿 你就撇兩下 你不會去搜尋911 911他們那個樂團本名登記 就是給你就是一開始 他們那個收據要寫國字不知道怎麼寫 乾脆就用在團名上面 我開玩笑的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你連那個1都不會寫 還敢拿出來辯駁 這個真的是羞辱全台人自行阿 這個需要很高的智慧嗎 不用吧 這個任何一個有金手收據人都知道 這張絕對不會過你 你110是買什麼七星中彈喔 呵 你110是買什麼 瞎掰啊 96萬110 按錯了 960110 第二個 兩張收據差了四個月 真的 我都不知道從哪裡吐吵起 第三個 你知道收據是誰開的嗎 如果有一張收據 收據就是你付錢給我 所以我要給你收據 我真的有收到你這筆錢 這個叫收據嘛 柯文哲競選 民眾黨跟便當店買便當 所以民眾黨給錢嘛 那收據是便當店給民眾黨嘛 所以收據一定是便當店要提供的 便當店會刻柯文哲競選總部的印章 他們家那裡就一排幾萬個印章 然後誰來我就蓋一個印章 只要是常客我就幫他刻印章 你是便當店還是印章店啊 笑死人 我知道 我知道開鎖的打鑰匙的 跟印章的會一起 我他媽就沒有停過便當店跟印章店 是同一間的啦 為什麼你們家的收據是蓋柯文哲的印章 到底為什麼啦 然後你們都不用我講 你們再去問那些你朋友身邊的 什麼中小企業主要幹嘛的 他們看到這個第一時間就跟你講 這個一定空白收據回去自己寫的 這個一定是便當店給他一張空白發票 結果他有一個天才給他寫96萬 你知道小禮便當店的老闆現在在想什麼 靠北 你們那些我本來不用開發票 你們哪敢買用一個96萬的 我不要補稅 我讓各位開始不能開發票 你們老師啊 我早知道我有夠衰 我支持你民眾黨 支持一個要開發票 大家政府 那個牆壁上那個梅花狀的免用統一發票 被國稅局衝過去撕掉 你一個便當人買96萬 你要開發票 那誰害的 柯文哲害的 下一張 那個真的太蠢了啦 110是賣什麼 七星中彈 超好笑 亂合 亂合你都講得出 這太蠢了喔 我不想講下一月 還在瞎掰 還在說人家KITO啦 我喘一下好累喔 太蠢 不是真的太蠢啦 我跟你講我禮拜二的時候 我禮拜二還在生氣的階段 你們怎麼可能 我一定是哪裡搞錯的吧 157智商的 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我好生氣喔 你們為了賺錢 我來發現可能不是為了貪污 是因為他們自己真的蠢欸